嗨,大家好 今天的课程非常的简单 一般人在学写程式的时候都会先来一个Hello World 那我们今天来Hello Grace Hopper 好,那我们来开启Grace Hopper吧 稍微等一下 好,那我们在调整这个Grace Hopper的视窗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要把它调整成大概是一半 然后Ryno也是一半的模式 然后Ryno的话我们把它调整可能是Star Perspective 就是透视 那如果你有双萤幕的话 你就可以一个萤幕放一个这样 这个是目前以单萤幕的操作 那接着呢,我们来熟悉一下在Grace Hopper里面用滑鼠操作 你如果是按右键的话 它是平移,也就是这种手掌 那如果是按左键的话呢,就是选取 我们来创造我们的第一颗电池 到这个Parameter底下,这边有一个Panel 我们把它点选,然后按住滑鼠左键把它拖下来 拖到我们下方的这个Canvas中 它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样输入参数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Canvas上面点两下 这边就会可以让我们自己打我们想要的电池 你可以输入一些英文数字 就可以看到上方有很多不同的电池形状跳出来 这是第一种输入方式 第二种的话是你可以按空白键 然后它一样是用这种输入的 好,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上方这样点选的方法 然后用刚刚这样拖拉的方式把我们要的电池选取出来 但对初学者或者是入门者而言呢 我会建议大家要用这种就是选取 然后拖拉点选的方式去选我们要的电池 那原因是因为上方的这些标签它其实是有分类的 在我第一支编号0的这个影片里面有介绍 所以呢,某一类的电池它其实都会被归类在某一类的标签之下 那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记得所有电池的名字 我们如果想要创造某一种功能的话 很长的时候是先到某一类的标签底下 然后再去找某一个类型的电池 我们可能这时候会看它的图标或者是看它的这个名字 然后去选取可能会符合我们功能的这个电池 所以呢,刚开始的话还是先建议大家 我们先用拖拉的方式来选取我们要的电池 那现在呢,对着我们中间这个Panel版 中间这边点两下 我们来输入Hello Grace Hopper 给它一个惊叹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打好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显示在左边这个Rhyno里面呢? 因为它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这样是看不到任何的文字的,对吧? 好,那我们现在呢到Display底下 我们选取这个Text Tag 我们把它点选之后拖拉下来 好,它在这个位置 好,那现在这颗电池啊,我们可以更改它的一些显示的方式 请大家先跟着我做 我们到上方这边有一个Display Display底下呢,我们选择这个Draw for names 点一下 然后你就会发现,前面这边刚刚只有一个字的 它现在字变多了 好像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了解说 我们等一下要输入的那个参数 或者是那个参数的类型是什么 然后接着我们也可以更改中间这个电池的文字 或者是电池的图形 那我个人呢是习惯用图示的方式来看 因为这样子读取起来会比较快 我们也可以到Display底下这边我们选择Draw icons 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Draw fancy files打开 这个的话呢是GraceHub在连接资料的时候 它会有些线形的显示 这个把它打开 好 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开始来连线了 我们把我们刚刚这个打好字的panel 我们选后面这边稍微比一下 你看它出现了这个箭头的符号 好,我们把它送到text这里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的文字 对吧 好,记得都是由左到右 好,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第一个影片有讲说 左方是输入端,右方是输出端 所以呢在我这一颗 这一颗叫panel的电池里面 右边这边就是我文字输出的这个地方 那在这一颗叫text tag的电池呢 左边这三个地方就是我的输入端 我分别需要输入这个location的参数 跟text的参数 所以呢我把我们刚刚打了这个输入到text这里 那它这一颗电池它是没有输出端的 所以你看它后面这边是被砍掉的 一般的电池是有的 之后的按例你们就会看到 好,那现在这颗电池呢 它的颜色是橘色的 表示说它虽然正常的运作 但它可能缺失了某些的讯息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说我们现在呢没有收集到这个坐标 就是它这个我们要显示这个字要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location这里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位置 也就是坐标 好,那我们一样呢用刚刚这个panel的方式给它 我们回到这个parameter的标签底下 我们选择这个panel 跟刚刚其实是一样的 把它选下来 好,好了之后呢我们刚刚是输入我们要的字串 那现在呢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输入文字 或者是数字 我们一样点两下 我们这个时候呢想要让它在 坐标000也就是圆点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输入 0,逗点,0,逗点,0 好,这个就是标示000坐标了 好,我们这时候呢一样把这个000坐标 拖拉连接到这个text tag的location这里放开 好,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左边这边 Ryno里面的这个透视就出现这个hellogresshopper的图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范例 很简单对吧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做了什么 之后在每一个案例的最后呢都会放一个这种复习的东西 我们今天拉了这三颗电池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做的东西 我们在Ryno里面显示了hellogresshopper这串文字 我们学到了一些滑鼠操作的方法 也更改了电池显示模式 包含是要Draw icon还是Draw for name等等 然后还有画线的方法 以及怎么样输入参数 还有我们学到的这个电池是text tag 对,对,对,对 对,对,对